妻子外出打工 却被人发现与初恋男友一起生活 带人去询问 换来的却是一张离婚协议书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终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本妻子牙童趣 微观视角就带你来看看她的故事 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男子 就是本妻的主人公朱大明 今年已经47岁的她 原本有一个外人都羡慕的生活 而女双全 妻贤子孝 每天外出工作的她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朱大明的妻子比她小11岁 虽说都是二婚 可对于这段感情双方都比较珍惜 结婚12年来 从未有多大的矛盾 夫妻双方恩爱甜蜜 在外包工程的朱大明 在外奔波着事业 由于害怕李可欣 在家闲着没有事情做 就把公司的财务大权 都交给了李可欣 事业越发红火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她心中美好的生活 并没有到来 反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了她对未来的一切幻想 朱大明发现 自从妻子的同学 刘金亮来工地上班后 此前千一百顺的妻子 对自己越来越疏远 却与这个老同学越来越亲密 经常与她一起吃饭 一起外出旅游 朱大明还探听到 刘金亮不仅仅是妻子的同学 更是妻子的初恋 在2019年的一天 李可欣给朱大明介绍一个人 那个人正是他的同学名叫刘金亮 由于一直没有工作 生活过的有些拮据 希望朱大明能安排他到公司上班 起初朱大明并没有很在意 只是想着是李可欣的同学 能帮一手就帮一手 还能让李可欣在自家同学的面前 仗仗威风 于是很大度的把刘金亮 安排进了自己的公司 由于刘金亮对于工地各项工作 都不是很熟悉 又担心重体力的劳动会 让李可欣的同学所有怨言 于是把他安排到司机的岗位上 风吹不到 日晒不到 可没过多久 朱大明就发现了些许的不对劲 由于李可欣不喜欢工地脏乱的环境 以往他很少会来工地上做事 可是刘金亮来了以后 李可欣一改往日的作风 成天往工地跑 与刘金亮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不仅一起工作的时候有说有笑 二人还经常在下班后相约去外面吃饭 甚至还背着朱大明一同外出旅游 作为一个男人 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其他异性的关系 有些不清不楚的 自然忍不住会生气 可是让朱大明没有想到的是 李可欣在自己与刘金亮之间 很明显在偏袒刘金亮 事后调查才知道 原来刘金亮是李可欣的初恋 二人从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 后来因为刘金亮家里穷 李可欣的家人不赞同这门婚事 二人这才分手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时隔十几年后 二人又纠缠到了一起 看到二人有这样的关系 朱大明自然不愿意 再要刘金亮 于是便把他开除了公司 刘金亮的离开并没有缓和夫妻二人的关系 似乎是有些愧对朱大明 李可欣在刘金亮被辞退后不久 也选择离开公司 对朱大明说想要去外地打工 冷静冷静 对于李可欣的话 朱大明并没有怀疑 双方在这段时间的关系 确实出了些问题 冷静一段时间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可让朱大明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去就是两年之久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李可欣除了回来拿过一次东西之外 和家里人没有任何的联系 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上学 也不管不顾 事业和生活的压力都来到了朱大明的身上 每天朱大明六点多就要起床 给孩子们做早饭 送孩子去上学 在工地忙碌了一天后 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学校接孩子 原本一百七十多斤的体重 如今瘦到了一百四十斤左右 生活带给朱大明的苦 他尚且能承受 可是朋友带来的一个消息 给他造成心灵上的伤害 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今年三月份 在工地上 做工的朱大明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说看到刘金亮与李可欣 举止亲密的出现在了集市上 秉着半信半疑的想法 朱大明开车来到附近的镇子上 果然在一间蛋糕店里 看到了李可欣和刘金亮的身影 二人合伙开了一家蛋糕店 刘金亮负责做蛋糕 李可欣负责卖蛋糕 看到这样的场景 朱大明气愤不已 在蛋糕店里大闹了一场 也正是吵闹声中 蛋糕店周围的邻居们才知道 原来开店的二人并不是夫妻 气愤不已的朱大明言明 要报复刘金亮 由于害怕朱大明做出什么事情 伤害到刘金亮 李可欣回到了朱大明的身边 苦苦哀求并保证自己以后 再也不会和刘金亮联系 自己也会去更远的地方打工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看到李可欣哀求的模样 朱大明心软了 也就不再追究这件事 可让朱大明没有想到的是 离开了朱大明身边后 李可欣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朱大明给拉黑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妻子 这下子又失去了踪影 这让朱大明怀疑 李可欣外出打工是假 回到刘金亮的身边是真 可让他再一次来到 二人曾经开店的地方 原本生意火红的蛋糕店 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 门前也立着转租的招牌 正当朱大明想要找寻 妻子下落的时候 出现在他面前的 不是妻子的身影 而是法院的送来的离婚协议书 李可欣上诉要与朱大明离婚 在离婚协议书上 李可欣阐述着自己要离婚的原因 一方面声称自己与朱大明性格不合 双方没有感情基础 经常发生争吵 另一方面则说朱大明 隐藏了自己的财产收入 这些年从未给过自己一分钱 在离婚协议书上 李可欣更是严明自己愿意净身出户 把孩子分一个给自己抚养也没有问题 在刘金亮没有出现前 朱大明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不说 夫妻二人关系好的 相处了十来年 也未曾听过二人有过争吵迹象 可刘金亮出现后 这些也都随之出现 至于不愿意给李可欣花钱这一点 朱大明更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 翻看李可欣给朱大明发送的短信 他曾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不会跟刘金亮在一起 让丈夫放心 可现在李可欣决绝地提出与丈夫离婚 信任 怀疑 期盼 愤恨 这些情绪不断地在朱大明的内心里发酵 李可欣与朱大明结婚的这些年里 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 可是在李可欣的衣柜里 却堆满了名贵的衣服 甚至一件提草的价格都高达上千元 李可欣曾说过自己之所以在蛋糕店工作 是因为自己也是其中的半个老板 店子开业的时候 自己投资了很多钱 可一个从来不工作的人 又是从那里获得的这笔资金呢 显然这些话都是李可欣讲给自己的场面话 毕竟在李可欣的话语里 只有数落朱大明的不是 从来没有提起过刘金亮这个人 为了弄清楚 李可欣的具体想法 朱大明决定与李可欣见一面 可刚坐上 氛围就开始变得剑拔弩张了起来 李可欣似乎不愿意与朱大明有所交流 话语很是坚决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离婚 看到李可欣盛气凌人的模样 朱大明的怒火涌上了心头 他不愿意就这样简单的就放手 况且公司的工资卡 一直都放在李可欣的手里 这些年工地的业务做得不错 自己却没有拿到过一分钱 朱大明与李可欣之间有太多的财务纠葛 哪怕是离婚也要把事情都搞清楚 看到朱大明要谈钱的事情 李可欣直接起身离开 朱大明在拉扯中把李可欣推丧在了地上 气不过的李可欣直接报警 并叫来了救护车把自己送到了医院 索性只是轻微的擦伤 此时对李可欣的恨意多过爱意的朱大明 希望法院在调查清楚二人的财务纠纷后 再来谈谈李可欣声称自愿净身出户的事情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加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